主料,毛豆米200克,辅量,油,盐,五花肉50克,辣椒,生抽,大蒜,白糖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洗净的西葫芦,毛豆,辣椒,大蒜头,将西葫芦和辣椒切块,肥瘦相间的肉切块,将肉倒入锅中炒出油来,加料酒,生抽,水烧至水干, 加白糖少许炒出糖色,将西葫芦,毛豆米,辣椒倒入肉中翻炒,加放少量的水满至水干,几锅盛入盘中,烹饪技巧,这道菜做法比较容易,首先得把肉先烧熟再烧菜,毛豆和西葫芦很快就可以烧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